今次要介紹就是在桌面的車車大集會 無錯 無論如何都好,介紹一下,阿迪吧 是,CCP 是,今次見到你,即是CCP,非常之高質的怪獸 其實已經出了一段時間了 是的,這個二手都買回來 抵食 是,可以見到本身這隻CCP的,怎樣稱呼? 是,地底怪 是的,地底怪,雖然沒有辦法 當然,你CCP是真的注重這個外表多些 令到當時整個皮套都出來了 會見到整隻東西的比例,尺寸是多大 很棒,謝謝 我也覺得挺漂亮的 是,高質的,CCP出的東西一向都高質 他和X Plus都真的難分軒質 好了,介紹完這個地底怪獸之後 真的回來我們玩一下車仔 沒錯 要介紹的,基本上太多了 所以我們都要逐點逐點來 先玩個可口可樂 好 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可口可樂Crossover 1比76,ToyotaCrossover Crossover 基本上來說,我相信大家隨街都可以見到 這架是十幾代 應該是六輪,紅輪,政府車輛都應該有 這架是第六輪還是第七輪 應該是第七輪,因為第七輪應該是2021年 它主要是石油氣,對於環保來說 絕對幫到手 沒錯 這次他用了可樂 這次他用了可樂 看到車頂有可樂的標誌 然後車身兩邊都會有可樂樽的標誌 一邊就是一支可樂 另一邊就是很多支,在飛 其實這架車應該在哪裏會見到 就是可樂廠接送員工那些 反而你說這架ToyotaCrossover 我沒有特別研究 一定有 是嗎? 一定有 在街上都沒有見過 而且我在可樂的專業都沒有 就是粉絲專業都沒有 其實這架挺漂亮的 可動 車牌 我剛才看到 阿迪可不可以遮遮 你遮遮了我 你的中指 曲 曲 曲 好厲害 那不如拿到車牌 十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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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第七代 沒錯 都好 本身其實大家除了在紅8 紅Van 和綠Van之外 你反而見到這一架 可口可樂Crossover的版本 就真的不開玩笑 另外你也見到他旁邊那些 算是散熱 冷氣 冷氣 這裡 用移印方法做的 我不敢說很仔細 但這個尺寸 其實我覺得不算是甚麼破綻 另外 你也見到從車窗 從車窗 看進去 裡面的座位 一絲不久 當然你問我 他夠薑上色就更好 不過 明的 多少錢 109 109 差不多 已經給你了 整間車身有多少個移印 沒錯 也有個喜歡儲可樂的東西 或者喜歡儲這個 宣傳代巴士系 這個Crossover 也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另外一個盒 也挺精美的 盒中盒也有一個 像積木一樣的東西 方便你收藏的時候 可以搭高 嗯 出了多久 我不知道 應該是最近的 應該是最近的 好 好 next 我們很首尾一點 大哥 我們沒有人盒東西 所以見一個盒一個 謝謝監製 好 繼續是巴士系列 這麼快出大絕 當然是大絕 大絕不搞它 好 好 我們先說前面這兩架 好 龍運巴士 兩個都是50巴 有什麼分別? 我看到一個號碼 Airbus 你的那架呢? 一架是9巴 哦 一架龍運 一架是9巴 一架是利元的 89號 哎呀 幸好都跳了 一架是E42 2 機場 3 酒機場 糟了 好難看啊 3田至機場 看不到 糟了 還可以嗎? 我真的差一點 好 直接看回 或者 我看不到阿迪這樣看一看 其實我不知道是否能夠 我想看一個 盒先的 大家都是用了這個58的號碼 都是1比180的 是 是 車串 好 所以玩下去 擺情境1比144 就完美 沒錯 雖然號碼一樣 但本身其實你見到ADL And And Vero 500 始終用了兩架不同的真車 一架是龍運 一架是KMB 而KMB 就是專門店才有的 好 Goodbye 那車身的移印都差不多 只不過是 可能一架是Airbus 一架就是KMB 可以看到背後 其實在移印方面 只差一點 那 基本上車身的設計 都應該差不多了 Envirable 基本上大家都搭了不少 前身Transbus International 基本上所有巴士迷都應該耳熟能長 沒錯 那這些就是99元一部 是 講一下車的年紀都不是小 2002年引入 這個我不確定 如果大家有多少資料 都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主要反而都是 看到都是行這個機場先 其他地方當然也有 無論如何 大家如果真的對於巴士是有執著的 這兩架都真的無法離開 特別 不要介意你問我 專門店的那些 基本上都會搶手一點 沒錯 好了 又到下一架了 巴士就是他 真的打大佬 這架是九巴前衛富豪B8L崩壞3 這架是307號 基本上大家要留意的 或者簡單說 我最留意的 一定是他本身崩壞3 大家如果有玩遊戲的話 都不需要多說 你只看他本身的移印 你轉一轉 我可以看他用了哪幾個角色 去吸引大家的眼球 真的問你死了沒有 左邊右邊都是有不同的 見到這個真是堅硬 車身的左右方 會用了屬性火焰霜角色 就是中央之律者 你一看到中央之律者 和此元之律者 基本上要付錢 當然大家不用擔心 本身整套崩壞 不會只有幾個角色 另外 如果大家有上到Tiny的專業的話 都知道 不只是出這一架 所以崩壞的粉絲也好 痛車或痛巴的粉絲也好 喜歡巴士的朋友 老實說 這一架 和另外將會推出的那一架 我納硬的 因為他的移印 整架巴士都有 所以真的很豐富 如果你真的在街上看到這個 307行過 其實很多巴士迷都有影 一定 我自己都很喜歡 所以這一架我避不了 因為我真的喜歡 儲一些痛車 痛巴 這個移印本身 其實 平面設計都已經很漂亮 好漂亮 那這個是 八二元而已 對 所以變成喜歡的朋友 不用想了 好像我這些是給硬錢的 很肯定地回答大家 正 那 都可以看到 本身在 我不知道現在是否拍到 其實裡面每一個座位 都做得很精細 那車頭 特別是車頭的座位 你都會見得很正 不過反而我真的要盛讚一下 除了本身的移印之外 它的車輪 你看看它那個輪胎 那個還原度 是極高的 銀輪胎 有粒有凸 看到其實 放回大便 1比100 1比72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如果是我會給一點點滲線 因為在街邊 你不會見到這麼滑的車輪 那是嗎 不過這麼小的輪胎 其實都花點工夫 有一點滲線油 對 這樣就插一下 插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真的打完大哥了 重大的都有 重大的都有 監製呢 幫幫忙吧 可以 這裡 這裡 謝謝 就是這個 嘩 他媽的 他那個大哥 好 嘩 跟著要看的 這個真心堅 不用多說了 中石化的1比64 比例的油站 還有洗車房 兩樣東西來的 老老豆豆 其實在未正式介紹這一套東西的時候 我反而想問一問 其實他是用了哪一個地方的中石化油站來做 sample的呢 會不會是觀塘 我真的不知道 有沒有這麼大地方 觀塘 好東西 就這樣站到 怪不得 有機會觀塘 或者是這個狗剪外面 狗剪外面的油站 有機會 其實就不是應該這樣放在這裡 不過我就想大家可以 真的 是磁石 對 有東西叫Blue Tape 哈哈 磁石 小到這樣 怎麼放磁石 大佬 不是 60的 幾多人窮都可以 磁粉 對 好了 導演可以先關閉那三個小數目 其實是四個 第四個去了哪裏呢 剛才不是 掉了 掉了嗎 是嗎 這麼害怕 剛剛還在這裡 會不會在我們的腳底下呢 不管了 無論如何 為了讓大家知道 其實是哪四個呢 給大家一個 close up 大家看看 好 至於真實的 Figure呢 就會看到這三個 還有 有 有的啦 又拿 有槍 有一個應該是抹玻璃 有一個 不知拿著什麼 我看過 哎呀 哈哈 一家團聚 好,本身這麼小的尺寸,我的手毛都比他大 見到有男有女,工作人員,非常娶娶如生 可以這樣給大家看,就是入油,應該是入片的 這個叫做什麼,直入式廣告都OK 一個是指揮別人進入油站 另一個就是擦車,放在這邊 這個油站很大,有五個油窗位 這個是什麼呢?我真的不懂 其實正常來說,這裡的應該都移動了 既然是這樣,我們要退高一點 因為如果真的想看完整個油站的話 是真的要轉一轉的 這些全部都是配件 我一動就跌了,所以大家不要介意 這些垃圾桶 660桶,這個不錯 這個660桶也不錯 另外有很多不同的小配件 這隻不是660,660大大大小 這隻是小的 整個人這麼高,還不是660? 660是比較寬一點的 是嗎? 有分的 是呀,是呀 雪糕桶可以動嗎? 全部是配件來的 是一顆的 你看到這個震到貓黃的 你也知道全部都有配件來的 這個角度又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試過一下 也挺漂亮的 真的,很漂亮 不是很精細的 很精細的 多少錢? 799 799 899 差不多 我覺得哪有可能的 連這個的 記住 不是吧? 兩塊東西加起來 沒有辦法 如果真的 草車的那些 就像我那些 你放的那些 用來塞滿了 即是用來擺車 真是他媽的爽爆 之後自己加兩條LED燈跳 就可以搞定 其實它沒有燈的 應該沒有 應該也沒有的 情景而已 但它有個燈跳在那裡 即是有個膠跳在那裡 可能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自己後退 可以的 可以的 沒錯 好漂亮 又停一停 讓大家看看 另外一邊的 加油器 因為之前應該是有出過 Shell 其他的油站也有出過 補充一句 剛才那四個人仔 不是包到這一套 中石化的DECO 150元 四個人仔 好了 我們繼續轉過來 這個打側的角度 會不會不錯 你會看到另外的ECJOY 那個Sharp 嘩 其實 能拆到嗎 應該本身是 有點難度 不過我想 不是 有USB 噢 噢 噢 有沒有尿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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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沒有尿袋 沒有尿袋 這支棍可以拉到 不要拼了 算了 扯了它那時候更糟 亮燈的 原來 太陽有尿袋 原來 這麼開心 沒有 不要緊 可以看看 其實在這個便利店裡面 還有那些 汽水機 扭蛋機 在裡面 上面也看到一些 Chila plant的散熱器 好厲害 好 好 到你那邊 搞不定 好 每個油站附近都會有的 就是一個洗車屋 車仔不包 先拿開 然後我可以看到 這些是瘋死的 幸好 看到有兩層的 是不是升得起 我升不起 有兩個讓你入車去洗車的 你這個直入式廣告 真是一隻 這樣 有機會就是 讓你可以換一下 解油 有些是拿來做Service 或者是直接洗車 有的 這樣 兩款 還有滅火桶 雪糕桶 然後有些警告紙具 當然 旁邊 絕對不少的 就是賣廣告 中石化的 對 對 真的可以 這個就沒有燈 這個確認了 真的沒有燈 對 然後無緣無故在下面 咦 又有這個 真的 但這些人應該要組裝 對 對 不過組裝很少 其實我之前買過 TOMITEC的1比76 創意都很高 真的不錯 我想這個角度就最好了 嗯 對嗎?導演 好 好 是不是差不多 這裡 這裡差不多 我們跟著還有大把車 按開這些 好啊 麻煩 可不可以再放一隻怪獸在旁邊 有信眾要求 不要放在旁邊 哇 太大了 這麼強大 熱購工程很好 是 是 你拍照後再加我EF 麻煩 火炎 好 好 好 要麻煩 監製 那隻怪獸真的是1966多年的嗎? 是 地底怪獸 這隻東西是1966多年的嗎? 當然不是啦 腳板寫了1966多 咦?我們可以玩這個 他應該就是第一代 既然是這樣 還有一輛 還要一輛 咦? 我記得是父母 全家 還要給監製 咦? 咦? 什麼? 這輛是不是只有一輛 這輛? 我記得看到有一個Mada mini車是不是只有一輛 主要的重點是 用手機引起自己的照片 是 我們給大家看看 父親節的車 我記得是有一個母親節 先拿牌 拿牌過來 好 父親節和母親節 基本上在即日起到5月28日 就可以 有些反光 兩塊水 省直一點 對 Taylamic一家 Taylamic的意思就是 拍攝這裡 我先拍攝這裡 好 多少錢? 兩塊 好 Mini Pickup 一款是藍色 一款是Creamy色 好玩喔 迷你油畫兩幅 一部車有兩幅油畫 油畫的尺寸是22x16mm 好 看看實物是怎樣 好 實物是這樣的 先試一下 實物浪高一點 不用 好 其實大家要留意一下 他們這一個 嘩 這個師兄很熟口面 不要說誰 是嗎? 是的 他們師兄很熟口面 不要說誰 糟糕 是不是要認老爸 哈哈 哈哈哈哈 這家呢 就可以開門 尾板 這個應該可以開 尾板是嗎? 反而我心想說 大家可以看到 尺寸有多大 你看看照片的解像度 還是很高 這個真的有些料到 好了 把車尾 車尾應該是 可以 有軸的 有軸的 應該可以把它放下去 不要怕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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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高就可以了 可以 當然 除了有父親節 我們也有母親節 母親節那一架 就是大家看到的粉紅色 Cream 色 是 Cream 色 沒錯 可以自選文字上面和圖案 都是那一句 你看到本身這張照片的解像度 真的很高 Mini Pickup 他用了一個大軚環 Classic 然後Tie Link 也是用了很懷舊款的 Lincome 我相信阿迪都拍到 他連那個軚盤 那個細緻度都很高 我有點黑 盡力了 盡力了 好 介紹到這裏 又下一架了 嘩 我們今天真是風感的兄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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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